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生活指南 今天呢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如何利用银行开户奖励去赚取一些小钱钱 关于这个话题其实我在频道的开始的时候讲过一次 但是有不少朋友反映说这个视频当时做的时候那个声音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我这里准备做一个精华版的这个教大家赚钱 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个银行开户奖励 在英文里面就是bonus赚钱 现在呢重点讲一下这个怎么样的开这个checking账户和这个saving账户赚取这个奖励 那么通常来说这个美国的各种银行都有不同的这种开户奖励 但是有一些银行啊 它是可以适用于这个美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的 比如说现在我列出来的这几家银行 比如说像chase discover 还有这个hsbc 然后是wellfergo 还有这个usbank 还有citybank 还有这个capitalone 好这些银行它都是一个全国性的支持这种开户奖励的 有很多银行也有其他的这种奖励 但是他们很多银行好像我记得是地区性的银行 所以呢你要注意那些银行在不在你所在的地区 你可以简单的用google地图搜一下 如果那个银行在你所在的这个州或者是城市有这个实地的这种分支机构 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奖励是支持你们这个地区的 否则的话就是不支持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网上check这个消息 它一般都会说明 那么我现在通常用的那个查询这个奖励的网站在哪里呢 在这里啊这个我用的就是叫LertWallet LertWallet 它这个网站名字也很简单就是LertWallet.com 大家直接直接这个搜一下就知道这个网站还是很不错的 我原来用的有另外一个网站 它也发布一些消息 但是嗯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通过那个网站 然后呢连接到其中的一家叫什么Bunk5S的那个银行之后 开户之后突然发现那个开户还没两天 那个账号怎么就被盗了 就是里面本来只有几十块钱 但是被盗刷了上百块钱啊 成功了一两次但是也有不成功的 他不成功的话他还要扣那个你的账户里面的手续费什么之类的 所以最后搞得很麻烦 所以这个大家开户的话一定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在网上开户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啊有可能信息被泄露了或者什么 那么这个网站目前来说还是用的还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呢保险起见大家最好还是去这个当地的这个分支机构实地去开户 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更安全一些 你看啊他上面显示了15家最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Bunders 那我们看啊有Discover HSBC啊啊这个钱还不少对吧 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还有七百五啊 当然七百五像HSBC七百五他这个要求很高 可能要你存存个十万块钱啊 当然大家有闲钱的可以存个两个月吧 或者是多久他就可以达到他的要求 像这个TDBunk啊我没有做过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地区银行 然后最好的做的最多的我就是这个Chase银行 因为他每年都可以做一次啊 但是他上面列的这个奖励啊他没有那个在淘那个不是淘宝 是在eBay上买的这个Coupon那么好 待会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像这个富国银行富国银行啊 他银行的这个奖励也不少 但是他好像有时候有地区限制有时候没有大家要注意 然后这个Bunk of American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开了这个银行 但是这个银行实际上他的这个你要获得他的这个啊 邀请码就是开这个奖励账户的邀请码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开了户之后 你过了一段时间把它关闭关闭呢 你就等着他给你发邮件哎 他说不定有一天给你发邮件说啊邀请你开户 然后他就会给你奖励啊 因为他很多奖励都是那个target 也就是他是会选择一些特定的用户啊邀请 他开户有奖励啊 他是邀请制 这是Bunk of America一个特别的地方 还有这个Citibank Citibank很不错啊 这个不同的奖励取决于你开户的时候啊 存钱的不一样的要求吧 然后像还有我刚才提到的Capital One也很不错 然后这个Standard Bank 它是一个地区银行啊 我从来没有开成功过 可能在内州他没有这个分支 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自己看一看啊 比如说你就不说别的你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点去一看他就有不同的要求你看 他而且你看 where to open 他就有不同的地区看到没有 还有一些大概都是在东部的一些州 他才可以去开户啊 否则的话你不能够随便你开了户也没用啊 然后 刚才看到了Standard Bank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像Simple啊 这个我也没有开口 可能也是地区银行 还有这个PNC也是地区银行 还有这个Five Third Bank啊 他也是一个地区银行 所以我列出来的那几家银行 也就是我在这里面列出来的这几家银行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正常情况下它是没有地域性的差别的啊 任何的美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的朋友都可以开户拿到他们的奖励啊 奖励取决于你这个最后开户存的这个金额 比如说他有的这个要求存个啊 三千啊 五千和一万或者一万五或者十万 他的奖励的额度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如果有闲钱的话可以去考虑一下 反正他一般存的是要求是存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 六十天或者九十天就够了啊 其实存的时间也不长 所以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大家有点闲钱都可以去考虑啊 啊这个不同的奖励加起来还是很可观的啊 有几千块钱对吧 加起来好 那么我们重点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提到的这个Chase 这个Chase银行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eBay去买那个coupon 怎么买呢 简单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在这里输入这个Chase coupon 然后他就会出来很多 嗯 卖家卖的这个Chase coupon 你看我记得原来我跟大家说过我 当时买的是那种总量是500块钱的奖励的啊 你看他现在好像涨了奖励已经涨了 嗯有600的有525的你看下面还有600的啊 你看上面这个是1块2毛9和1块3啊这个比我当时买的就便宜多了啊奖励升级了 而且 coupon价格变便宜了啊 这是一件好事啊 对吧 下面还有一个你看600块钱的奖励是0.99啊 这个很便宜啊 他这个过期的时间还是8月6号啊 比上面这个你看他这个过期时间是7月29号还好一些 好那我们就点这个看一看 你看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奖励就是600块钱 那当然可能有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要是买了这个coupon 别人寄过来路上要是过期了怎么办 不知道要花多久对吧 但实际上呃他可以直接跟你寄一个那个电子版的就可以了 你把邮箱告诉对方 对方发一个电子版的这个coupon给你 你拿着这个就可以直接去呃到切子银行的分支去开户了啊 就是把他那个这个这个coupon上面他有一个coupon码 告诉那个银行的支援就可以了 他支持这个电子版开户的啊 我记得原来我做过一次 呃我们可以把它点开看一看 他的这个具体的奖励要求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你看他呃300块钱是给支票账户check in 啊开了之后呢你要设定这个direct deposit也就是你有工资你就存在里面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了 或者呢是你得到200的这个奖励啊 如果你开这个saving账户在这个开户的20个工作日以内你要存进去一万五千块钱 然后呢保持这个一万五千块钱是90天就可以了啊 好这一要求应该是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对吧 然后呢如果你两个条件都达到哎他还会额外的给你extra 100 bonus啊 那就是加起来就是600啊这个600就是这么来的 呃总理来看的比原来要好很多啊 说不定我我后面还会考虑啊开一下chase 因为我的chase前面的chase已经用过了 然后最后最最近好像已经关掉了啊 我还要我看是不是要check一下这个时间再等一等 因为chase银行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几乎可以每年你都可以拿一次 因为它好像是有一个你关闭账户要等个大概半年左右 你再开户才有新的资格去拿这个奖励 但是有很多其他的银行它不是这样的啊 很多其他的银行你像discover它就是你只能拿一次啊 你就是你作为你这个客户你只能在我这里拿一次奖励 你后面在你说你关了账户再重新再拿 再再开能不能再申请这个奖励呢是不能的啊 他们写的很清楚就是每个客户啊终身只有一次机会啊 就是同一类型的奖励的话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chase它就不一样 chase它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符合条件啊 达到它这个关闭账户 然后至少要等半年以上你再去开户 因为它就可以让你再拿啊 它这是很很松的一个条件 而且呢大家记住在eBay上去买这个coupon是非常划算的啊 这个是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啊 今天的要讲的教大家怎么赚钱这个啊 主要内容啊我们简单的在看看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个几家主要的银行 大家记住这几家银行 那么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来美国来开户的话 如果你一点都不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在打算开户的时候呢 到那个当地的分支银行去询问一下 你就说有没有这个开户的奖励或者什么之类的 说不定它就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奖励也许对吧 啊有些网奖励它可能不一定挂在网上 所以呢啊大家问一句说不定就有一些奖励 这个总比什么奖励都没有好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怎么样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系统啊 开这个checking账户或者是saving账户赢得奖励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和技巧 好希望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好那么这个精华版这个第一步啊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